虽然今天学习有一定的难度 难度是没有老师教了 老师都已经过时了 终端的时间太长了 仅剩下少数老师 现在都不在了 没有老师 你要是真正有决心 有毅力 其而不识 你会自己就通达了 在中国古人教的我们 多数千遍 其意义自解 没人教啊 我就念这一本 念到一千遍 忽然开悟了 一丝念到 这个方法是佛教的 就是开悟 无从哪里开的 从定 一千遍 一千遍呢 心就定了 教你念一千遍 那叫持戒 持戒就是你守住的方法 你不要动 你就学一样东西 用上十年的时间 专学一样 懂不懂 没关系 天天就念他 念得滚瓜懒熟 把自己的 妄想 杂念 统统都念掉了 恢复自己的 清净平等性 用读读 用读读的方法 恢复自己 清净平等性 不定什么时候 元臣说 一下就开悟了 这一开悟的时候 这经理的意思 全懂了 你再去看 古人的读解 你能看出 他的毛病 他深入到 哪个阶层 你请清楚 所以中国人 跟佛法 这印度 这一去 一个 一个支派 他所讲究的 不是济温之修 听别人讲解 我记得了 不是的 完全自己开悟 释迦牟尼佛 开悟 他是从禅定 开悟的 当时的印度 是全世界 宗教之谷 也是 这学之谷 这学的学派 很多 无论是学派 还是宗教 没有不重视 修订 佛经里面讲的 四禅八定 是古印度人修的 释迦牟尼佛 当然修成功 四禅八定 修成功 在定中 空间 时间都不存在 在定中 你能看到 六道轮回 上面能看到 飞翔飞飞翔出天 下面能看到 五间地 只要修到这个定功 你一定能看到 所以这个境界 是真的不是假的 确实是有 你看到 造什么阴 结什么古宝 清清楚楚 稍稍有 做事 理论